大家好,中国前高级外交官沙祖康在9月23日撰文 中国应该重新审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沙祖康表示,中国正面临来自美国及其军事盟友越来越大的压力之际 中国应该重新审视其在冲突中不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沙祖康表示,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签署军控协议只是时间问题 但这将取决于美国在削减核武器方面的进展 1995年至1997年,沙祖康被任命为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裁军事务大使 目前沙祖康已经退休 上周沙祖康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 成立2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讲话 根据周三发布一份发言稿 沙祖康表示,中国在1964年首次获得核能力时 承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就已经占据了道德高地 但他表示,现在是北京微调这一政策的时候了 以应对美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 他指出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甚至是敌手 根据总部位于北京的欧亚系统科学研究协会发布的文字记录 沙祖康表示,随着美国建立新的军事联盟 以及在我们的周边地区增加军事存在 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正在加大 沙祖康说,中国应该对大多数核国家和无核国家 保持不首先核武器的承诺 但无条件政策可能不适用于美国 除非中美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达成相互谅解 或者美国停止采取任何损害中国战略力量效力的负面措施 沙祖康是在上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外宣布 AUKOS防御联盟的几个小时前说这番话 根据该联盟,澳大利亚将成为继英国之后 第二个从美国获得核动力潜艇技术的国家 中国抨击该协议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并警告称,该协议可能引发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 沙祖康在对参加9月15日会议的200多名中国军控专家的讲话中说 北京应该建立自己的导弹出口规则 而不是加入美国发起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 他表示美国利用多边出口管制机制 对其在该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提供了点油 沙祖康说 近年来美国继续放宽对韩国等国导弹发展的限制 升级部署在日本和韩国的反导系统 增加对台军售并制定在我们的邻国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计划 这加强了我们周边的军事联盟 并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遏制 美国在MTCR机制内大搞豁免 采用双重标准严重威胁我们的安全利益 MTCR于1987年由七国集团建立 后来扩大到35国家 中国不是该组织成员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与美国达成协议 中国将遵守该组织的协定 沙祖康还敦促北京在伊朗和朝鲜的核协议 多边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目前谈判仍处于僵局 美国拒绝解除这两个国家的制裁 他说关于伊朗核协议 美国退出了协议 而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仍在遵守协议 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退出协议 所有国家都应该退出协议 在朝鲜于2019年拆除宁边核反应堆后 中国呼吁放松对朝鲜的制裁 但美国拒绝了这一提议 担心这会降低朝鲜去核化的动力 沙祖康说 在朝鲜问题上 我们不应该只是口头上支持这个立场 我们还可以宣布 如果美国不全面准确的执行联合国案例会决议 中国将采取措施 这是美国唯一理解的语言 目前美国将核武器扩散至中国的周边 特别是用核潜艇武装澳大利亚 我觉得沙祖康这个话 其实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美国可以武装澳大利亚 中国也可以武装一些美国直接的敌人 如果中美之间达不成任何协议 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美国的核不扩散协议 也可以对美国不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全部要看美国 这就是对的 这是对的 我觉得在国际上 中国会越来越强硬 特别在核问题上 中美博弈是十年以上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核政策一定会 因为中美的大国博弈一定会修改 很简单 美国在利用核裁军 还有中国之前的一个核不扩散 还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一些漏洞在钻控 特别这次核武装澳大利亚 是一旧是在进行核扩散 一方面制裁伊朗朝鲜核不扩散 对吧 一方面又将核武器扩散至澳大利亚 这是双重标准 中国绝对不会接受 所以在我看来 中国未来一定会修改现有的核政策 我觉得沙祖康现在提出这个看法 实际上在试探美方的反应 如果美方反应并不积极 非常冷淡 中国会跟有关国家进行相关的合作 再次试探美国的底线 如果美国反应比较积极的话 那么中国会和美国直接来谈这个问题 中国和美国谈成一个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的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么一个核军备 新的一个谈判的条约的话 实际对中美都有一个安全保证 大家知道美国前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总参谋长 致电中国的这个总参谋长李作成 原因就是美国也担心中国向美国发射核导弹 实际美国也担心发生核战争 美国对中国也担心 中国实际对美国也不放心 那就需要中美双方坐起来谈一个公平的 核军控条约 新的核军控条约 这里边我觉得中国和美国 有必要来谈一个新的军控条约 中国并不能一味的遵守之前 不符合中国地位的这么一个核不扩散条约 这样的话对中国是不公平的 另外实际上也让美国胆子更大了 也让美国进行核扩散 特别是围堵中国 实际对中国是不利的 对美国也不利 核扩散是一对世界都是危险 所以现在可以说 美国首先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 那么中国一定会改变现有的政策 我预计未来中国的核政策 会发生一个新的重大改变